11月2号才与总统蔡英文合体参加 由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举办的毛小孩之夜 隔了两天金融市长刘昌宣布二次确诊 目前除了喉咙不舒服没有其他状况 将透过网络视讯办公持续推动市政工作 市长在今天中午因为喉咙有出现 就是这个有点不适的状况 所以就有自行进行快筛 那目前的话就是呈现快筛阳性的状况 那目前身体状况都还好 那我们未来也会透过视讯跟网络的方式 来进行市政的工作 所以请市民朋友不用担心 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至于蔡总统目前身体状况如何 金融市政委发言人有本名也转述府方的说法 有关就是市长在这个快筛阳性的第一时间 市长就已经有跟这个府方这边来做通知的部分 那目前就了解总统的身体状况都是良好的状态 刘昌表示距离上次确诊已经超过三个月 即日期取消所有公开行程 包括11月4号晚上原本要出席 由蔡世音邀请的子风车剧团演出活动 即11月6号早上在企图举行的行政院长 苏贞昌基隆政机说明会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